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 股市 材质趋势 掌握理财脉动 大家一起发发发 欢迎收听财经一路发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最近全世界投资的焦点 全部集中在A股了 因为A股是去年 全世界跌幅第一的市场 深层跌了超过30% 上证指数也跌了超过20% 但没有想到青年A股 是全世界涨幅第一的市场 所以有时候市场的输家 往往会变成隔年的赢家 所以你不要觉得输家会连装 那你也不要觉得赢家 也会连续的 不同的年份来连装 所以买输家的策略 或是说买赢家的策略 这等一下我们请段老师 来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今天就有一个 活生生的例子 腾讯 最近我在港股 稍微赚了一点点小钱 这个买不多 我去买进了800股的腾讯 我前一阵子看到腾讯 跌到了340几块钱的时候 我就觉得腾讯好像看起来 有脱离底部往上升 然后在升的过程中 它有回档 所以我340几块钱的时候 去买腾讯了 最近还赚了一点钱 因为今天腾讯创新高 最高的时候盘中涨到过370块 不过我没卖 我还想说 看看是不是能到400块再卖 好像400块以上再卖 但没有想到它收盘就收下来了 收盘还是涨 收盘 腾讯今天收362块 差蛮多的 因为差的有8块钱之多 收盘是只有小涨了0.17%的幅度了 不过就今天362块 以我买的价钱还是有赚一点点了 赚一点点小钱 好那腾讯这两天的大涨 其实跟陆股的上涨不无关系 因为在陆股这一波疯狂的上涨之后 就有投资的专家 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界的朋友 讲说港股比较理性 现在目前恒生指数的位阶相对A股比较低 所以某种情况好像有在喊进港股的味道 所以这两天香港股市的表现也还不错 有跟上A股的情势 那所以腾讯作为香港的第一龙头股 我们以市值来算的话 腾讯的市值是不但香港第一 是亚洲第一市值的公司 那再加上这一波腾讯跌的时代很凶 腾讯的股价 从这个去年最高点的是大概476块 这个我讲的是港股 476块跌到 今年去年11月跌到了251块 这跌幅非常的大 那现在回到了362块的位置 所以呢 作为这个香港第一龙头股的腾讯市值而论的话 在所谓港股的价值比较合理的 这种呼声之下呢 资金自然触涌到腾讯的股票上去了 所以腾讯连续拉出了两根 蛮明显的红K棒 但今天收了一个带上影线的黑K棒了 就连涨了三天 这个股价突破了波段的新高 突破了前一波的盘整 不过呢 今天被压下来 其实有一个原因 这我们看到新闻面上面 腾讯的评级 罕见的遭到券商的下调 是中国大陆的国金证券 说市场跟市场的预期和腾讯的估值偏高了 所以这个新闻 这个报道 大概在下午两点钟发出来 那港股还没有收盘 我觉得多少对腾讯的股价是造成的影响了 因为过去券商是很偏爱腾讯的 很少去发布腾讯不好的消息 所以在这个消息发布之后 两点之后 腾讯的股价曾经一度杀破平盘了 但是后面又收上来 小涨了0.6元 0.6港股了 这个港币涨幅是0.17% 好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腾讯呢 因为段老师今天要就几家公司 来跟听众朋友来比较 这个股价 到底我们该长期投资的话 是要买什么股票 但我先强调 我个人是炒短线 我比较没有长期投资 这种操作策略 我一向买股票 这个都是比较炒短线的 我是做价差的 但是段老师今天会从价值面 来帮听众朋友分析 如果你今天没有时间看盘 你不是炒短线投资人 你到底该买腾讯呢 还是买其他的股票 好那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有直播 因为我们段老师今天带来了很多图表 甚至他的 这个pad 也有一些资料 秀给我们听众朋友看 所以您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边听我们的广播 如果说没办法看直播也没关系 我尽量用口述的把段老师的资料 讲得详细一点 清楚一点让听众朋友可以理解 好那今天的路股继续涨升 上证指数已经突破了3100点大关了 真的是非常的强 就是一直不拉回 见回不回的就一路这样子狂奔往上 今天路股震荡走高 上证指数再涨了1.5%的幅度 突破了3100 才刚刚占回了3000点 没想到3100点又突破了 深层涨了1.1%的幅度 创业版涨了1.4%的幅度 创业版创下2018年6月以来的新高 这个首次在2018年6月之后 占上1700点 那两次的成交量 就是上证加深层 两次的成交量再度突破了 1兆人民币的这个成交值成交量 那创下了2015年11月以来的成交的新高 所以可见这个资金行情 真的是非常的热了 搞不好大妈已经开始 纷纷忍不住都要跳进去了 用融资买股票了 所以有时候这种追价的行情 在大陆这种风狗浪行情 真的就是给你见回不回了 所以去年邓老师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就谈到说邓老师在去年 就已经开始用定期定额的方式 在投资入股 相信邓老师现在应该获利颇丰了 应该要赚钱了 好那台股呢 今天是上涨51点 今天行情还不错 不过量缩 价钱股价指数收在10357点 但成交量缩到不到1000亿 就996亿的成交量 昨天的成交量是 这个1041亿也是缩下来了 不过昨天是下跌44点 但今天涨51点又把它涨回来 所以可以讲说是连续两天 亮缩的高档盘整盘了 这个高档的这个震荡盘整盘 但是今天的盘中低点呢 是10327盘中的高点呢 是10359 今天的震荡幅度很小 全日在平盘之上 小幅的游走 那昨天是全日在平盘之下 小幅的游走 所以连续两天 正好是不同的强弱度的盘整行情了 那今天的涨幅是0.5%的幅度 另外期货涨了47点 贵买指数涨了0.42%的幅度 那详细的行情 包括法人操作 以及其他的财经兴许 关于股市的 我们等一下6点到7点 再跟亲友朋友来报告 首先呢 我们要回到这个今天礼拜三 我们段老师固定来我们节目 谈一些重要的财经消息 包括我们的投资 包括我们理财该知道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是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参文老师 段老师你好 莫娃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段老师今天 又来要来帮我们这个比较股票了 这个每一次段老师来帮我们比较股票 都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些 投资的线索 投资的启发 好段老师 当然这两天报纸都来写说 腾讯股价大早 是是 那腾讯股价大涨是第一个 因为他去年真的跌得太深了 是 400多块跌到250块 这个是真的是对这么大的一档股票来讲 是亚洲市值第一的这个上市公司来讲 真的是情何以堪 好 所以呢 今年出现了反弹 从351块涨到今天最高到370块 对 好 这个涨幅也不小了 差不多也将近50%了 是 弹了也50%了 是 好 那但是呢 今天收了一个黑K棒 带上影线 感觉上面好像有一点过热的这个拉回 再加上有利空的消息 好 好那当然老师你怎么看腾讯这家公司呢 其实腾讯的话应该是市值是亚洲第一 亚洲第一 对 我记得市值最高的时候 还有到8兆台币 但是问题是 他这一波下来之后涨上来 是不是因为要反映前面前面一波的下跌 这个就有可能是似乎是以前我们提到过就是你应该要看苏家而去买苏家 那看到赢家的话那你应该就要卖赢家了 那其实如果我们把几档股票把它凑在一起看的话你就可以比出来说为什么腾讯股票他在最近一周以内涨幅啊把前面的一小波段给把它把它补回来 其实腾讯的话就我们生活面而言来来看的话对我们台湾似乎是有点无感啊 为什么因为因为我们这边用腾讯的一些工具或者是用腾讯的软体的话可能很少 可是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用QQ呢 是啊是啊 现在用那个WeChat也用很多 对不起啊我更正一下董老师 腾讯最高的时候这个历史新高股价那时候四百七几块的时候 他的市值超过五千亿美金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跟脸书的市值差不多 脸书的市值大概也是五千亿美金 这个就很类似比方说一家公司他的市值越大的话 他的管理者的话就越来越难管理他公司的股票了 所以这个控制不了了 他要怎么样子去把它的营收再创新高的话 这个都是CEO要面临未来的一些问题存在 所以我们如果说把腾讯的股价 大家最近一两天来我看到股票 我看到那个报纸上面基本上都在报道 腾讯这家公司一直在反弹一直在反弹 也就是创新高 或者是说创几天来又反弹了 所以我们把几家公司如果凑在一起看的话 我们会发觉到说 其实腾讯最近反映的是因为他前面下跌 所以如果他前面大概跌了四天了 是啊 我这边听众朋友如果可以看到的话 我现在这个我笔电上面就是腾讯的股价走势 对不起 所以我们看一下如果说我们用生活选股的话 我最近看到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的话其实应该是中国大陆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用到的 例如说在台湾我们都要用煤气 大台北瓦斯 类似的公司 如果说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你把股票打开来看的话 你搜寻一档股票 就是9918星星天然气 星星天然气的话 他这档股票的话 一年以来 他的涨幅大概就是4%到5%左右 今年以来吗 今年以来 那也还不错啊 不是今年以来就是一年 一年 一年来看 那就是去年3月到现在 对对对 那我这个现在就是一年以来的走势 给听众朋友看一下 他非常稳 有点像地平线 对 所以我们如果把腾讯的股价 再把它摊开来看的话 他一年以来跌幅达到-16% 对 所以 因为他从高跌下来 对对对 所以如果相对而言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 再往前面看 我们搜一下 中国大陆非常热门的一档股票 有人在讲是说 现在是在低档 是不是可以凑合着赶快买 哪一档股票 也就是中国燃气 段老师不是报名牌 段老师是在比较各个股票 这个中国燃气的话 是在香港挂牌的A股 他的代号是0384 0384 好 我key一下 好那这也是一年以来 中国燃气的股价走势 他比较有波动 他跟那个新鲜天然气不一样 他比较有上下起伏 对 当然可能听众朋友 可能这个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画面的话 我报一下 也就是说腾讯的股价 同样都在香港挂牌的股票 腾讯的股票在一天以内 他涨幅的话大概就是70%左右 那那个中国燃气的话 他的跌幅的话是4.5%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拉长一点 拉到五天 拉到五天的话腾讯的话是9% 那么那个燃气那家公司的话是跌付1.9% 那再来我们再来把它拉长的话 把它拉到一年 那一年来看的话你就可以发觉到说 他的股价其实是中国燃气那家公司的话涨幅达到8.82% 一年以来就等于说去年三月到现在 对对对 那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拉长到两年的话 他的股价报酬率的话 是达到105% 也就是增长一倍了 但是腾讯呢 腾讯只有增长65% 两年哦 两年的话 就等于说是2016年 2016年 2017年的 2017年 2016年 对对 2017年到2019年的三月 就是今天 对好那我把2017年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走势了 好 真的是涨不少 不过他还从高点摔下 他最高也到过36块 但是如果说我们用那个报酬率来看的话 就非常明显了 其实我用那个Yahoo Finance去画这个报酬率的图走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蓝色的曲线的话是腾讯的 绿色的是中国燃气的 好那老师有带配的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可以看的话 老师有比较一下 给大家看 好所以是三档股票嘛 现在是两档腾讯跟中国燃气的 那再来是五天的 蓝色的曲线都在绿色的曲线之上 蓝色的曲线都在绿色的曲线之上 蓝色是蓝色是腾讯 蓝色是腾讯 好那绿色的话是中国燃气 好那再来我们把它拉长的话 我们把它拉长一点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现在绿色的曲线是跑在蓝色的曲线之上了 这是一年的 对 这是一年的 我们有点反光 对对的 一年的 你帮我们调暗一点 好那一年的话 你看我们的中 那个中国大陆的中国燃气的话 它是跑赢腾讯 两年更是跑赢 好那所以 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就是腾讯 他都知道是一个好公司 对不对 对 为什么中国燃气可以跑赢他的股价 其实这个就是他配股 而且他是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必需用品 所以如果说我们知道说 这个煤气是大家都希望 都一定会使用的话 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也就是说腾讯他提供的一些产品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必需品 那如果是中国燃气的话 我们就看到说 它的燃气是非常稳定的在成长 那么我看一下相关的报道的话 中国燃气这家公司的话 它每一年平均派息 大概有7%到10%左右 这么好 对对对 那等于说是一个定存概念 对所以我们都觉得说 比中华电信还好 对对比中华电信还好 所以我们我可以看到说 他们在2010年如果买到一张股票的话 2018年换算的话 现在有2.2张 那如果是2.2张的话 之前在2010年 你如果买到这张股票的话 他当时的派息是一张配350块 现在的派息是一张配到800多块 所以邦老师他是配息还是配股 配息跟配股都有 所以他如果加还原起来的话 他的全值的话就是变成说 以前的8年前9年前的一张股票的话 现在变成2.2张 所以他当然我们还原全息 还原他的全息的话 就变成 等于说你赚了这个 你的本利盒是2.2倍 对对对 等同就是说他配发一张股票 1.2张股票给你了 那他是非常稳定的在成长 其实相当好 对我们都想说 我们如果看到一张一档股票的话 他配的股票是非常好 或者是配的股息是非常好的话 其实我们还会幻想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其实香港跟我们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拿到股票之后的话 我们会被除权 拿到股息之后会被除息 那么我去看这些股票的话 也就是说中国燃气 还有一档 也就是香港的煤气公司 中华煤气 他以前好像叫中华煤气电灯 他是李嘉诚的公司 是是是这两家公司的话 原则上他的配息都非常稳定 而且都非常高 哪一家比较好 如果只能买一家的话 如果说一短期来看的话 是中华煤气 那如果长期来看的话 是中国燃气 那中华煤气 中华煤气的代码是0003 香港也都 香港天字第三号 没错没错 长江十业合计黄埔之后 所以我刚刚提到的意思是说 他不只是配息哦 哇这档股票怎么会那么会涨啊 是 听都没有看一下 14块涨到18块 对因为他们的营业的范围啊 逐步逐步的在往大陆边缘在扩张 了解 尤其是那个什么中国燃气啊 那中国燃气这家公司的话 他原则上他的营业范围的话 是在华中跟华北 他华呢还没有涵盖 中国燃气我刚刚看到 他是北京控股所拥有的公司 对所以大家知道说 如果说他的股票配息稳定之外的话 我告诉各位就是 他每一次除权除息完之后 都会填息又填全 邓老师 以后要多讲这种讯息啊 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一些的生活的 生活面的话 像煤气 大家都一定要用的 好 那如果说 你已经勾起我投资的兴趣了 如果说我们看到说像类似 比方说腾讯公司的话 因为他有可能会被打败啊 因为他是一个科技股啊 对那科技股的话 他面临到的就是技术 有没有办法进步嘛 例如说现在大家都很喜欢 炒的就是5G啊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啊 如果当5G出现的时候 你的月租费不再是吃到饱 而且每一个月需要 2000块钱的月租费的话 你还会用5G吗 不过那个华为说 华为说5G一定比4G便宜 华为已经讲了 这个恐怕是要打个问号 怎么说 因为5G跟4G差别的地方在 大家有没有想象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在家里 如果建筑物如果非常密集的话 你可能会受不到讯号啊 因为5G他要很多小型基地 对他的那个障碍物啊 会阻隔到他的一个讯号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说5G的话 例如说我们说中华电信好了 那中华电信的话 他要架基地台的话 现在有很多的房屋社 房屋是不给人家去架基地台 这下子5G如果是要在台湾实现的话 那么我看我们现在这栋房子楼顶 应该也要有基地台 那就要看官委会同不同意了 这个技术性问题 我相信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突破跟解决 不过段老师的concern也是确实啦 是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反应 对对 都在反对说 我的建筑物为什么有这么多基地台 是不是对我的这个身体健康会有影响 段老师那回过来讲 这种蓝器公司 就这种天然气公司 为什么新天蓝都不涨呢 其实新天蓝 你觉得长期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长期去投资新天蓝呢 因为很多我们听众朋友 可能他不会去买港股嘛 对 那至少台股很容易开户可以买 那你觉得像新天蓝这种 天然气的概念股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呢 在台湾啦 在台湾的话 如果依照目前的政策在走的话 我认为这些燃气的应该是 未来应该会看涨 怎么说 因为现在的政府的政策的话 是要往燃气 绿能那边走嘛 那如果真的是往绿能的那边走的话 我相信像类似这种燃气公司 在台湾的股票应该会是 现在是低档 怎么说 因为他现在都躺平躺在那边了 但是基本上我们看一年来 他也有4%比定存还好 现在目前天然气的股票上市的有4档 一个是大台北 另外一个是新海 另外一个是新高 另外一个是新熊 这个代号是9908 9926 9931 跟8908 听到没有自己去研究了 香港的我们都已经比较了 那至于说台湾的 下一次我们请段老师再来比较 其实那个香港的那档股票的话 是中国的那一档是因为 他是在中国没有挂牌 他是挂到那个香港去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港股的0384那一档中国燃气 跟香港的中华煤气 这两家公司基本上是 一个是内陆公司 一个是香港的公司 好 段老师一开始就先跟我们 这个讲了 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一种投资的方向 就是说像是腾讯这种科技公司 跟民生适用事业公司 他们的股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的投资的想法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就是是我们投资人 个人的喜好了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爸想我们了吗 今天又来天灵墓园看你了 这些年每个节日 我看新台的股价表现也不错 对 今天大家这个题目很感兴 一下冲到167个人 想要看那个股票 其实可以 香港开户比较容易啊 或者是用付委托 只是说付委托都会被多扒一层皮 那没办法 不然就是到香港自己去开户 对对对对对 香港开户很容易啊 对 但如果大陆开户就比较麻烦 比较大陆现在比较有管车 比较繁琐一些 我们都以为说这个 我们台湾的殖利率非常高 其实香港有一些股票 殖利率超过10% 而且台湾还会填泉 还会填洗 但是台湾的话 不会填泉也不会填洗 这个糟糕了 因为像这种除袭跟除犬的话 香港是跟我们一样 2712551 想吃的安心 除了关心食安问题 对于每天吃的食物 你一定要有更正确的观念 酒吧新闻台 集结林杰良医师 在民意安扣当中的精辟见解 教您认识身边的有害物质 让您吃的更健康 永远安扣的侠医 林杰良有生书 全套8片CD 售价699元 订购恰群专线 第二段你要评论 83692698 83692698 也可以啊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昨天我们节目有跟听众朋友讲啊 也是昨天的报纸大新闻了 财经媒体的头条新闻 就是呢 劳动基金一月啊 赚了1141亿新台币了 这个是创下史上最高了 可是呢 您不要觉得说啊 1000多亿好像很伟大 那事实上它的收益率是2.95 是收益率大概就跟 加权股价指数啊 这个1月份的涨幅 应该也差不太多了 差不差不了多少了 所以它就反映了 加权股价指数的涨幅了 那收益率 当然这个是对我们个人的荷包啊 大家缴劳保的人啊 退休金的荷包是有增加了 但不错 不过呢 如果你在看另外一个新闻的话 你可能就要皱个眉头了 因为去年啊 这个新智劳退基金大亏了423亿 那每户约当损失3700 3700块 新台币收益率是负的1.95 那这个大概就把它冲底掉了 是啊 但是问题是之前亏损的 我以前比方说 我们公交人员的保险的话 也都在亏损中啊 那呃 我们在基金的比较上面 就知道说 共同基金没有办法打败大 没有办法去打败这个大盘的绩效的话 那是不是这些绩效的操盘者的话 是不是干脆就直接去买ETF 搞不好还会比现在的 比方说一月份赚1141亿 还要来的大啊 他应该去买中华 中华煤气或是中国蓝气 但是如果那个劳保劳退操盘人 去买这两档恐怕会被隔职吧 是啊 因为你敢去买这两档 你要你要去买大陆的股票 去买大陆的公用事业股 你是想不想混了吗 但是投资收益 如果进了股票没赚钱的真的是 选股市真的是踢到铁板 如果说这么多股票都在赚钱 唯独你没有赚钱的话 那么是不是你就要 你就要自己思考说 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了 全部都在赚钱 因为现在这一波反弹回来 据说我们散户基本上都没进场 我们看那个什么 比方说融资户就 融券都没有增加 对啊 融券反而增加不少 融资是减少的 融资减少 融券增加到70万张 对对对 反而放空的人增加了 对所以我们再看今天的 比方说像选择权的买权跟卖权 我们不看说到底你是买还是卖 基本上我们说选择权 你如果是要去买买权的 基本上就是看多嘛 那如果要去买卖权的 那就看空嘛 今天的买权的交易量 是小于卖权的交易量整体 等于说看空的人是看多 比看多人多 所以今天原则上在选择权市场而言 他是看空的是比较多的 但老师我记得你讲过 选择权基本上是讯息交易者 讯息交易者 换言之就比较专业的交易者 对对对对 他们的讯息的纳容量是比较多 因为他来自于很多方面的讯息 他才敢进场 对啊 那等于说专业投资人都看空啊 是啊 不单小散户啊 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可以上那个 奇货交易所的网站去比较一下说 台子选择权 他的买权 不看到期日 也不看比方说像 他的履约价是多少 你把它整体性的把它加总起来 结果的话 买权今天啊 成交量啊 是小于卖权的成交量 就口述了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今天大概法人就是看空啊 那现在已经都在热头上的 我们就 我就想到一个 我们财务上面的一个理论啊 就是比方说插鞋铜理论啊 对 什么叫插鞋铜理论啊 连插鞋的那个小铜啊 他都可以把股票 讲得头头是道的时候 大家就要有警觉心了 那你觉得台股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吗 应该是还没有 应该还没有 因为我是觉得 因为散户都还没进场 散户都还没进场 他们都愣在那边了 我是觉得说 这一波应该是有作手 或者是法人一直在喊 例如说我们看今天 今天的一些法人 还在喊大力光有五字头 有啊 其实今天有一档股票 听众朋友你可以去看啊 联发科 联发科今天股价创新高哦 而且联发科的走势 就是这样稳稳的上哦 他会是一档指标股哦 如果说这档IC龙头股 他稳稳的上 代表大盘 他不见得会下来哦 是啊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迹象要下来的话 他稳稳的上 对 像那个联发科的老板的话 每一次股票 如果往下走的话 他绝对会跳出来 对啊 联发科老板 他是非常 会去护盘 他自己股票的那个老板 而且联发科这家公司 很会转投资哦 你看他投资那个大陆的汇鼎 对 他投资了好多小公司 都后来都大大 变这个大赚钱了 是啊 如果没有惠鼎的话 怎么会有FII 在A股上市呢 对 所以惠鼎的例子的话 告诉了鸿海 说他所持有的子公司 也应该要到大陆去上市 才会有翻倍的成长 其实惠鼎科技 当时在大陆上市之后的话 他的市值竟然会超过联发科 但是之后啊 回党了 对啊 他的子公司的市值 竟然会超过母公司 我记得那时候惠鼎 不知道连续长了多少根 长停板吗 在大陆 对 长了非常多根 一个月左右 那一个月左右之后的话 其实他的市值 当时是有超过 他的母公司的联发科 后来这家公司 其实我们现在 回过头来看的话 其实他还是回归原点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涨多还是会回党 这个就是很类似 比方说输家跟赢家的问题了 好 抱歉啊 我再更正一下 联发科今天股价没有创新高 他波段新高是四个交易日前 是293块 他今天收280块 不过 他是回党了四个交易 今天又串上来 哦 等于等于说 等于说他就很很稳在月线之上 他这波上来都没跌破月线吗 这代表说 代表说他是很稳的 这样慢慢的走 对对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 联发科这家公司 在台湾是做什么事 其实他是一个 无精元厂 他是专门做设计的 海西设计 对 那当时联发科闯入中国大陆的时间点 其实他也拉了好多家名牌的说 你们要不要用我的晶元晶片设计啊 对对对 尤其是Sony或者是Arison 或者是比方说像以前的Shop 他们都不甩他 结果联发科的老板最后跑到大陆去啊 去找大陆的那些黑牌的 对 他把黑牌的翻转成白牌 山寨机 对山寨机 他就号称山寨机之父啊 对 所以他在大陆的时候就跟大陆人讲说 以前你们做手机的时候 你们分别是跟不同的厂商买了零件来拼拼凑凑 自己在做自己的壳子 再把它装起来就变成黑牌手机嘛 他就跟对岸讲说 对岸的所有的厂商讲说 你们现在都不用 只要用我的 我的是All-in-one 你就要我的模组就好 对我的模组我都给你做好好的 连那个什么照相机啊 连那个耳机啊 全部都做好好的 你只要告诉我说 逗起来就好 你要用什么样子的那个壳子 你自己去设计 那里面东西全部都我的 那All-in-one做完之后 他们何乐而不为 对 所以他把某一些厂商啊 原本他们要奋斗五年的 现在都奋斗一年而已 所以董老师这么这样讲 如果没有联发科的话 不会有大陆这么蓬勃今天的手机发展 像类似华为啦 小米啊 这些全部都是联发科训练出来 小米小米这些什么OPPO Vivo对不对 是是是 Vivo这些公司 对对对对 这些什么以前黑牌的白牌的 基本上都是用联发科的啦 好所以蔡明介也是蛮厉害的 我记得蔡明介那时候 大家都笑说 联发科专门供给山寨机的模组 他就讲说 没错 今日山寨明日主流啊 没按钻 没按钻他没有讲 是我补充的啦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今日是山寨 但明天他就变成主流 对他没有讲错 他真的讲对了 你看到华为 你看到OPPO 你看到小米 现在看到Vivo 这些品牌都已经串到世界 前十大手机品牌了 已经不是白牌手机了 所以他在大陆啊 可以号称是黑牌手机之父啊 所以现在大陆所有厂商的话 基本上应该看到他应该是相当尊重他 那比方说他现在设计 当时他的三 那就是我们二级要进入三级的那个阶段 其实他跟美国那家大厂商也争过所谓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权力之争啊 也就是到底3G是谁的啊 我要要不要付出我的权力 高通嘛 对高通 对对 所以他也跟他纠葛了一段时间 他也赔了一段赔了很多的钱了 所以他投入这些3G4G的一些设备的话 其实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啊 不过看到5G似乎高通又领先了 高通还是领先5G晶片 是啊 所以高其实高通的话他就是这样子啊 我要创造标准化出来 我就让你们来跟随我先去先去做登记的动作啊 那如果我不登记的话 那我的权力金我要跟谁收啊 所以像这种无晶圆厂的话 他抢的就是我的设计嘛 我的设计如果抢的比你快的话 其实可能听众朋友不大清楚说 其实联发科他是没有厂的啊 他是无晶圆厂 公司在那个啊 内湖有一个点啊 所以他不会有污染啊 内湖美丽华那个地方 然后他足壳也有点 对 所以他不像台积电一样 他是在台积电的上游啊 台积电是属于中游啊 所以还有下游的厂商啊 例如说下游就比方说像日月光啊 日月光细品 对对对对 类似这些公司的话 其实联发科就站在最上面 如果上面是好的话 中游也也还会好 那那这样讲回来 最后我们这段要结束之前 我请到段老师 您会去买联发科的股票吗 会啊 当然会啊 联发科 怎么样的那问题就是 什么价位去买呢 是不是应该重点吗 因为这一波 还是说长期买的长期放的 其实我们大家都在等 其实投资就是这样子哦 要有耐心啊 我觉得一万点之上的话 是尽量可以避就尽量可以避 所以您觉得 否则大家都套在一万点的话 因为现在热 现在在热头上的话 你如果进场的话 那个风险是比较高的 所以段老师的这段的结论 就是说即使 即使现在还没有到插协同的时候 是 还没有到大妈都疯狂的 上帝也疯狂的时候 但是呢在一万点之上 其实相对还是要有戒心了 对对对 当然当然 在这边买股票的话 你还是要有戒心 对我在这个提醒 投资朋友哦 其实风险不是波动性很大 风险在于说 你亏损才是风险啊 OK 你如果说你的账面价值是变富的 那么这个才是风险啊 好 段老师讲这句话 我超尬译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 买股票的 买股票的策略就是 我只买最强的股票 是啊 然后 我也不管他什么价位 买进去就对了 因为股票只有涨跟跌嘛 没有价位的问题 你再高价位 他也有涨跟跌 你只要买到涨就好了 你管他什么价位 这是我的想法 来给大家参考 好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李宝春 天气冷了 你却感到身体的关节隐隐作动 是李嘉诚 是子公司的 是李嘉诚的 长江实业的子公司 对啊 我记得是 之前叫做中华煤气电灯嘛 对 我可以查一下 我们有听友说是李造七的 一天一刻 十天勇敢 统固关节力 提升灵活行动力 马上拨打 蓄能医药生计 0800 097 099 天天耐固膜 健走好生活 他以前叫港灯嘛 对啊 香港电灯 对啊 香港电灯 好物市集 新上家 山静莫扎特 原木蓝牙音箱 原木手感 金属质感 妇科工艺 经典制作 是李造机 调频 蓝牙4.1 无限播放音乐 好物市集 不是不是 是李嘉诚 李嘉诚的子公司啊 对 那长江的啊 022362192 煤气 煤气供应商 香港最大煤气供应商 是 的老板是李嘉诚 好料理造机 是到底有说是李造机 李嘉诚也有啊 他是董事 对啊 更让我想起您 牵着我逛李造机 当时买进来的时候就是长江实业啊 长江实业去买他的股票 他们两个有为了收购这家公司 是剧烈 现在我看到 灿烂永恒 最后一档 好 听众朋友我们听众很厉害啊 我们刚讲那个香港煤气啊 李嘉诚啊 就我们听有说 香港煤气是 痕迹地产李造机旗下公司 的确了啊 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 李嘉诚好像也是董事 他们两个人为了争夺这家公司 就 段老师以前这家公司叫香港电灯 港灯 港灯 后来改名了 就为了争夺这家公司 好像两个人还扯破脸 原本两个人是麻吉嘛 对对 好 可见我们听友水准非常的高 谢谢你们 即时po一些资讯给我们 可以 我们可以更了解一些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是 代表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老师 段昌文老师 那段老师我们最后一段要延续 我们上个礼拜的 是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话题 是 那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 生活上面的选择权啊 其实我们在之前有提到过 比方说像Data Neutral 这有点深了 这个先决条件 你还非得要懂得选择权是什么 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 你没有买过选择权的 你绝对要先学习一阵子 才建议才去练习一下子 不要随便跳进去 对对对 你刚刚讲说他都是讯息交易者 对对对 因为你的对手是谁的话 基本上你如果跳进去 这个选择权这个辞职的话 你的对手绝对都是infoam trader 也就是资讯 资讯者 他拥有的资讯都非常的雄握 那当然你要了解什么是选择权 有些人比方说我们看到 我自己在教选择权 奇货跟选择权的时候 看到学生说他们都一件事情 都认为说 学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 就代表是一个高级的事情 就很类似比方说 我们说要买选择权 就好像是比较高级 比那个买股票就比较高级 我跟你讲 这亏的比较快 亏的也会比较多 所以我现在开给学生说去练习 以前我是叫那个什么 那个奇货商到我们的EMBA去开户 现在我干脆就 因为我们系上有买那个 一套模拟系统 也就是跟那个即时的是一模一样的 交易完全一模一样 先让他们先去练习说怎么亏损的 再来说你到底要不要开户 或者是说你到底要不要买选择权 其实我们生活上 我们也不要说这么排斥说 选择权到底是何物 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一个选择权 怎么说呢 我这边要提供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应该听众朋友 你如果已经有买 已经有房子了 或者是你想要买房子的 你应该知道说你应该 会先去跟人家买 就是签一个契约 例如说你 我在图片上面有显示出 有个捷运 如果说今天有 这个预告说你家门口 不是你家门口 就是说你想要的 那个区段的一条马路上面 要盖了一条捷运 而且捷运站也刚好在 你要买的那栋房子的前面 设站的话 那你会不会想把那栋房子 赶快把它签下来 但是因为你现在没有 这个自备款的话 那干脆先签 跟屋主讲说 我是不是我现在给你10万块钱 把这栋房子先签下来 所以两个月之后 我再给你其他的剩余的金额 或者是说这个10万块钱 我就当做是一个这个你给我延缓说 我两个月之后的话 我再付剩余的2000万元 例如说这种 这个有点像定金嘛 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那个10万块钱 当做说是跟屋主啊 先告知他说我现在给你签下来 你在两个月内之内 你不能卖给别人 或者是不能跟其他人签这个合约的话 那这个10万块钱有可能是会白花 所以我们不要想说 这个是一个定金的话 假设我们是要屋主说 你要听我的 你不能跟其他人在签七月 或者是你不能把这栋房子 把它先卖掉 你要等我两个月 或者是等我六个月之后 我再把剩余的款项 再交到你手上 可不可以 这个就很像什么 很像这个10万块钱 你是买了一个权利 这个其实有的 这个比如我们在买房子 透过仲介有个所谓的斡旋金 是是 当你付了斡旋金之后 这个屋主他就不能再跟其他人订额了 是啊 至少在这段时间 但是这个斡旋金的话 是到时候可以从房价里面去扣 对啊 那假设我们是私底下 去跟屋主去签这个合约的话 那这个屋主如果听到说 10万块钱 没关系啊 我可以等个六个月 反正我还有10万块钱可以领 这个就很类似比方说 我们用一个合约 跟屋主先签订一个合约好 说这个10万块 我就是买我延缓两个月 或者是延缓六个月之后 我再把2000万元的价金 再搬到你的面前里 你的房子就要过付给我的意思 所以这里面就清扯到了几件事情 所以听众朋友 你如果有看这个图形的话 你应该可以看到有一个老头子 跟一个年轻人在做交易 那么这个老头子就是屋主 那这个年轻人就是想要买房子的 所以这个就是类似一种选择权 因为他花了10万块钱 这个10万块钱 虽然未来我们可以 例如说在台湾买卖房子的话 可以从房屋的价钱里面去扣了 那我是把它假设说 私底下我们签这个签一个合约 10万块钱我买买我的权利 买一个权利债的话 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五个变数了 好这中交易 请问 这个10万块等于是一个权利金 是 就是我今天做一个延后交易的权利金 所以我要纠正一下 很多人都认为说选择权价格是多少钱 这种说法是错的 你应该讲的是说选择权的权利金 今天是多少钱 所以有很多人是说 选择权这个access多少 到期日是多久的 那现在的价格是多少钱 这说法都不对的 因为选择权只有权利金的问题 那这个权利金就是 比方说你看到台子选择权 那你看到价格比方说是100多块钱 150块钱 这个不是他的股价 这个我们称为权利金 你花了一个权利金 买了一个权利 这个权利就是 你未来可以买一样东西 这个是最简单化 就是我们用刚刚的房 房子的这种比较 所以我们就牵扯到说 这桩交易 你要买房的这桩交易 标的物是什么 就房子 对就是房子 那标的物的价值是多少 那就是2000万 所以这个价值就是2000万 所以第二个呢 好 excise是多少 当初签的excise 那就是2000万 所以那个旅月价就是 两个月之后 或者是六个月之后 所以到期日是多久 那就两个月之后啊 或者是六个月之后 所以三个变数了 再来是 你有没有机会成本 当然有啊 为什么 因为你花了十万块钱 你那十万块钱 基本上你还可以存在银行里面 去存定存 那就是无风险性的利率 有一个利率 对有一个利率存在了 那再来就是 这个房子 有没有可能会有波动性 有可能啊 捷运不盖了 对捷运他不盖了 等到捷运不盖了之后 那房子搞不好变1500万怎么办 那我就不买了 是啊 十万块给他没收啊 所以这个就是很类似 一个金融性的选择权 那这个例子 我们把它用房子 食物上面的选择权 我们在比较先进的 一个选择权的话 我们就称这个 是real option 实质选择权 运用在食物上面 尤其在挖矿坑啊 或者是采油啊 或者是挖煤矿啊 类似的这种平价基础的话 我们都会说 你要评价这个矿场 是不是就要用 禁限值 其实这不对的 因为什么 因为当初啊 大家有没有想过说 当初我们要盖 要不要盖台北捷印 现在来看 那是一定要盖的 或者是说 我们再往30年前 20年30年前去看 台湾要不要盖高速公路 可能当时 大家如果说 有收那些新闻的话 可能当时啊 很多人跳出来说 干嘛台湾要盖高速公路啊 那时候奖金国说要盖 中山高的时候 其实蛮多人反对 很多人反对 所以现在来看说 要不要盖捷运 这件事情的话 当时如果用我们 传统的方法去看待的话 基本上都是付的 都不会有回报的 所以我们在实物上面 在评估一个价值的时候 通常都会用这种 用这种选择权 怎么说我们刚刚那个房子啊 你有可能变1500万 但是也有可能 涨到3000万耶 所以要看选择权的价格 是 选择权的价值 也就是说它的价值 如果是正价值的话 那么它未来 欸它就会回馈 回馈给你的报酬率 就会比较高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说选择权里面 砍入一个不确定性因素 所以它的价值是变动的 随着时间变动 对 没错 因为这个时间变数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这个变数 是有利于你的话 它价值就会往上升了 是 所以我们实物上面 在评估一个公司 或者是评估一个 不确定性因素 非常高的一个实物价值的话 通常都会用选择权 OK 好 所以邓老师今天把这个选择权 用房子的买卖 讲得非常清楚了 听众朋友 就可以不用那么把选择权 当成是这么艰深的金融商品 衍生性金融商品 而它可以是一个活生生的 在我们生活中的例子了 是 非常谢谢丹江大学 段昌文老师 谢谢 哇 出来玩给西这么多 哇 哇